从2018年12月27号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 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至全球 北斗系统从此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目前北斗不断走出国门 为全球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 高可靠性的定位导航受食服务 从2018年开始 正式上线北斗在图监测服务系统后 往来于中国与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的 国际铁路连运中欧班列 以及通往日韩及东南亚的集装箱连运铁海快线 在北斗定位系统的保驾护航下 班列全程在线监控 实时反馈定位信息 运行更加透明高效和安全 我们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自主研发了铁路集装箱的定位终端设备 并已安装在4000只中欧班列物联网集装箱上 然后受益于北斗卫星的高密度组网 中欧班列目前通达的19个国家 67个城市都可以通过这台设备 实现10米以内的精确定位 同时还可以监控温度 湿度 速度 然后开关门操作等信息 还可以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 随着北斗全球系统的逐步建成 北斗在海外的应用进一步拓展 国产北斗基础产品已向120多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 用户数量达到一级以上水平 基于北斗的土地确权 精准农业 数字施工 智慧港口等 已在东盟 南亚 东欧 西亚 非洲等 得到成功应用 中国北斗与美国GPS 俄罗斯格罗纳斯 欧盟伽利略目前是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国际委员会ICG认可的四大核心供应商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功能设计 有巨大的飞跃 我们和其他导航系统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们提供导航定位受识 我们也提供导航定位受识 但是既然是全球星座 我们就可以干别的 比如说精美单点定位 精美单点定位 原来我们从网上 有网络里才能有精美单点定位的服务 我们现在不一样 中国不一样 我们用户不一定上网 只要从我们北斗星库 你就能进行精美单点定位服务 这给用户来说多方便了 所以全球 北斗全球导航系统 在功能上 在设计上 还是有比较大的肺炎 专家表示 北斗系统圆满完成全球星座部署后 将推动其他核心供应商 联手打造兼容使用 精度更高卫星集群 携手为全球用户提供更精确 更可靠的定位导航服务 促进世界互联互通 让全球用户 享用多系统带来的好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